你他妈的 老子要个处女 你给我找个怀孕的 你让老子跟别人一样还在里 几千块钱给你个女子就不错了 你怎么还想要邪女 你要干什么 你放开我 别怨我 别愿意纷纷让我把你毒牙 让你这辈子都不能说出真相 还有 上面的人让我警告你 认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我该碰的人少碰你 你去跑 妈妈怎么样我没有受伤 妈妈废草坏人要追上来了 老子 臭鸟子 老子打死你 小剑 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哎 你什么 见人啊 不笑她的母亲 你啊 这个想不出来 老子我打你几次 你怎么还 好你 哎哎哎 哎哎 哎哎哎哎 你先见着老子那我死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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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就知道吃 不 有个女人 啊 还有气儿 快 你奔起来 带回家去 带回去干什么呀 这这这这看也没有 多少气儿 家里多会劲 你脑袋缺根筋哪啊 你都三十好几了 还没娶上媳妇 这不是现成的吗 你想老吴家 半子绝生哪 快 啊 那那这小儿呢 赔钱货 钱一黑 那不就雕走了 好 哎 哎 哎 好 总裁 我们看到夫人最后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附近 你说 哎呦 怎么回事啊 总 总裁 路边 躺了个女孩 这是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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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玉佩 您的玉佩 您的玉佩 小姐 醒了 是你救了我 那和我一起的小女孩 你有没有看见 你比我什么呀 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 你不会是个哑巴吧 我要戏传我的女孩 哎 哎 哎呀 我就说吧 不要不要不要 你 你取回来干什么呀 话也不会说 这这这这 要是被春春知道了 我我多没脸啊 你没儿子才没面子呢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这几年因为你没老婆的事情 在村里面 我头都喊不起来 你刚才想说什么呀 啊 你说你身边的那个小丫头吗 他们果然知道 现在什么地方 死了啊 我死了吗 你听不懂 我们遇见她的时候 你女儿 就已经断气了 死了 死了 哎 哎 哎呀 一个赔钱户 没了就没了 以后啊 你跟我家无权 多生几个小子 不就得了 哎 哎 喝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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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得猩猩 你猩猩 你看这儿吧 猩猩不想待在这儿了 我会照顾好自己和妈妈的 没事 一时激动啊 晕得过去 明天就能洗 赶紧啊 去把你干三叔公请过来 就说明天把洗上 这么着急 你懂个屁啊 晚了不知道出什么岔子 赶紧把生命给我煮成熟饭 我们老老家 香火能够续上 我死了 也能够见你爹了 醒醒 醒醒 你比较什么呀 我看不懂 写下来 女儿 我实话告诉你 你那个陪秦 早就死吧 你跟我儿子结婚 以后啊 可以生他十个八个的 都可以 大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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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 不想信你生过孩子 还是个哑巴 穿上这些喜福 跟我儿子结婚 哈哈 帮我生个 乖孙子 一副想不完的服 妈 你还跟他啰嗦什么呀 咱们先把这衣服给他穿上 等到他跟我哥远房了 你还怕他不死 心情绝不可不死 说的对 你真好给我老实一点 我告诉你 村子里面没有老婆的汉子 多的是 把你卖掉 我再买个新话的回来 走 我 我 我们就是在这个附近 请到小姐的 您说夫人 会不会也在这附近呢 西京生姐 医生说 西京小姐婆婆 受到永恒的附近 现在除了名字之外 什么也不信 醒来就觉得到 可能要找妈妈 最好给我老费点 不然的话 让你下去见你女儿去 我的女儿没有死 你瞧我什么呢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但是咱们看见了 还以为我娶了个哑巴呢 谁不知道 吴泉是咱们冲最穷的 她都能娶得上媳妇 这新娘 身材可真够精骇 你刺激 你吃到个屁呀 一看这媳妇 肯定就是吴泉和她妈 在道路边捡的 你没看她刚才的比划 一看这是个丫头 你不要想要啊 你也去路边上捡呀 今天呢 是我吴泉 和我老婆结婚的日子 别得不多说了 咱们吃好 喝好啊 喝好 吴泉 听说你媳妇在路边捡的 真的假的呀 你做什么呢 你怎么不说你妈 是出路边捡的呢 你怎么家里 昨天烙那么大动静 说你谁不知道 说不定是拐卖的呢 你瞎说什么呢 我们村儿啊 对拐卖人口这件事 还是相当重视的 这个 求求你 求求我 我不认识他们 这怎么回事啊 还不赶紧把你媳妇扶起来 给我起来 咱们都没有人 你都不能说什么 我让我救你 我说你是我老婆 你就是我老婆 求求我 求求你 我哪儿去了 想逃 我 我下班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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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臭娘們還來 哎呀 別讓他跑了呀 破瘡 破瘡 小燦你看到了 我根本沒碰他 他自己從中來了 哎呀愣著幹什麼 下車看看人怎麼沒有 我送給他 是他謝謝爸爸 等我回來 求求你 救救我 救你 你會榮譽 以前學過 臭娘們往哪兒跑 啊 啊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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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爺啊 真是被人欺負到家門口了 沒法活了呀 老子包放乾淨點 大白天的強強名女 還有辦法嗎 哎 我是他男人啊 你是不是眼睛瞎 我我我今天結婚呢 如果他是別人的妻子 那說不定是我認錯了 啊 你是自願再給這個男人的嗎 啊 啊 啊 你 你你爹說了我們八九萬的彩禮 啊 你說跑就跑 啊 那還有沒有天理了 哎呀 上盡天良啊 我們掏空家財 最起的媳婦 說不認 就不認 哎呀 你怎麼過來 你是不是嫌我們家給這財的少啊 啊 你要等我今晚婚之後 哪怕是抽血賣血 我也把這個錢給你補上啊 行不行 騙子 你是騙子 我沒有收你的錢 救我 哎 救我 老婆不要跑 啊 坐在 醫生說 小姐你們出問題了 他趕緊過去 坐在 再不走 還不及了 怎麼走 我早就跟你說過 啊 在老子的地盤上 休想跟老婆 走 哦 哦 一代天理呀 嘿 拜拜 拜拜 哦 拜拜 拜拜 最後 Dal detailing 這一代 にな 李永浩 早 他看著是名字 黃色了 看他藥圈了 信 信心被害怕 是爸爸 真的是爸爸嗎 不對你不是爸爸 爸爸很凶 每天都喝酒 喝完酒還要打人呢 喝酒還要打人 我是爸爸 你別怕我 我才是爸爸 信心啊 你是不是記起什麼啊 你不知道 信心的頭號 頭號號號 信心小姐頭部遭受重擊 不能被刺激 這兒 那 你把你還能記得的 告訴爸爸 你還記得 你是怎麼受傷的嗎 信心只記得 那天晚上 信心的頭被人打了 信心的頭好痛 好 我們不提這個 那信心 你還記不記得 媽媽 信心不記得媽媽在哪 過追了 信心心 信心好像想起來了 媽媽是個啞巴 不會說話 不會說話 我聽不正直 別人都欺負我和媽媽 才嘲笑我媽媽是個啞巴 像假裝發生的仁慈 沒事啊 以後有辦法 不會再有人欺負你 好 帶著人 跟我去白天去過那個圈子 你別這樣啊 可能是細心的媽媽 你輕點兒 摔壞了不能消管 你怎麼辦 這摔壞就摔壞了 那等一下 怎麼辦 你嚇我 你們這是違法的 我不同意 你這是強奸 你 你幹嘛呢你 不知心有沒跟你說過 你瞎壁畫什麼呢你 趕緊把事辦了 這村裡面啊 就我沒有孫子了 我要是再沒有孫子 我出門都抬不起頭來 行了行了媽 記得把門關上 好好好 你們這是什麼人啊 這是我家 把人給我拉開 你們誰啊 我幹什麼 又是你 以為自己有錢就了不起啊 這是我家事 你放心 有我在 沒人能及 謝謝 你 再放開我 壓住了 你們要幹什麼 這是我家 這是我老婆 你們都滾開我家 教會他們閉嘴 謝謝 謝謝你救了我 不客氣 不過 我很想知道 你為什麼要嫁給那種男人 是我暈倒在路邊 被他們牵到 吴家撿了我 就不讓我走了 他們一定要我嫁給補全 給吴家 傳宗接代 我真的沒有說他們的財 你倒在路邊的時候 我 除了你 除了你 是不是還有一個小姑娘 對 對 還有一個小姑娘 她叫星星 你知道現在呢 對不對 是我救了星星 謝謝你 謝謝你救了星星 她現在在哪 可以帶我去見星星嗎 她真是星星的親生母親 為什麼身上沒有另一個玉佩 呃 可以啊 不過在見星星之前 我們還有別的事情要處理一下 請上車吧 四眼哥哥 一路辛苦了 謝謝 這位是簡明月簡小姐 從今天開始 她就入住傅家了 哦 四眼哥哥 您帶人回來 怎麼提前說一聲 我帶人回來 還需要你同意啊 不不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 您突然帶人回來 我還沒有準備好房間 把我卧室旁邊的房間收拾出來 給她做 慈遠哥哥卧室旁邊 我應該是 霍家琢磨的房間嗎 慈遠哥哥 除去之前 說要找星星的母親 難道她就是星星的母親 這個呀 這個呀 是給你準備的衣服 這星星小姐可真是可憐啊 慈遠哥哥找到她的時候 不僅頭身受了身 身上 還有多處遇見 慈遠哥哥 他不僅 他不僅 瘋瘋瘋地伸在了 星星的母親 還讓 星星小姐 遭了那麼多罪 我沒有 你還不知道吧 慈遠哥哥 一直在找 星星小姐的 親身母親 一定要不惜一切 但在 找到那個 運氣 拿回 扶養圈 從此以後 不讓 婚姻見 星空小姐 你看看 你看看 我跟你說這些幹什麼 趕緊洗個澡 好好休息吧 嗯 傅子瘋肯定恨我 沒有照顧好星星 我對不起星星 你怎麼了 我要見星星 她還好嗎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見她 她不好 她還在住院 我要去看她 想你帶我去看星星 星星失憶了 去看她的事先不及 我有別的事要問你 你是不是 星星的 親生母親 你問你話呢 不行 我不能承認 慈遠哥哥 一直在找 星星小姐的 親生母親 等找到 那個女人之後 慈遠哥哥 會不惜一切代價 拿回抚養權 從此以後 不讓那個女人 看星星小姐一眼 上面的人吩咐了 讓你認清楚自己的身份 和地位 不該碰的人 少碰 我不是星星的媽媽 你不是嗎 去年的冬天 我在路邊撿到了星星 親生母親 對不起 我以前的丈夫 家暴好毒 我沒有養活 星星 你不是星星的親生母親 那星星為什麼會受傷 我認識不了 我丈夫的毒膽 想要帶著 想要帶著心情逃走 沒想到班牙被我丈夫追上 都是我的口 那你知道 有關星星親生母親的事嗎 不 我不知道 可能死了吧 那就當 是有緣無分來 啊 沒什麼 你雖然不是星星的親生母親 但是你還是要留在傅家照顾星星 不過 記清楚你的身份 不能再讓她喊你媽媽 怎麼 你有意見嗎 我沒有 只要我們留下來 看著星星就行 星星不喊我媽媽 也沒關係 至少 留在傅家 沒有人敢欺負你 有意見嗎 諮掩哥哥正在乎 緊心心 如果緊心心 把我當成他媽媽 說不定 慈癲哥哥可以接受 阿迪你是谁 我爸爸呢 爸爸临时有工作 等一会儿下了班才能回来陪你 你难道不记得我是你的妈妈呢 才不是呢 我妈妈不会讲话 谢谢 我真的是你的妈妈 爸爸把妈妈的病给治好了 我如果不是你妈妈的话 爸爸怎么会让我留下来陪你呢 谢谢 你知道这段事情 妈妈有多担心你吗 你真的是我妈妈吗 是的 我真的是妈妈 谢谢 你叫我一声妈妈好不好 妈妈真的好想你 太好了 我妈妈能说话了 以后 没人能欺负妈妈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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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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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是我的女儿 你那是什么表情 你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阿姨 你怎么哭了 欣欣 我不是阿姨 我是妈妈 孙愿哥哥就不应该让你这个哑巴进妇家的门哭得晦气死了 你才不是我妈妈 我妈妈一点也不凶 出什么事了 爸爸 嗯 孙愿哥哥 简明月 好像不欢迎欣欣小姐回来 她一见到欣欣小姐就开始哭 没有 我只是看见欣欣太激动了 爸爸 我喜欢这个阿姨 我不喜欢她 她好凶 那以后让这个阿姨天天照顾你好不好 好 不行 我家什么时候软到你坐着 不是这个意思 孙愿哥哥 我是看到刚才跪下来了 我以为她有什么病 不方便照顾欣欣小姐 究竟怎么回事 身体不舒服 不是 我 我刚刚 只是看见欣欣 看见欣欣想起太激动了 我保证我的身体 一点问题都没有 明天我会给你200个身体检查 欣欣 爸爸欣欣给你准备了一个房间 看看吧 好 你休想把我让欣欣和我妈妈的职业事情告诉你 我告诉你 欣欣欣欣 欣欣欣 欣欣怎么觉得阿姨不高兴 因为阿姨的表情好像在哭泣 没有 阿姨很开心 只要能陪在欣欣身边 其他的都不重要 其实我早晚会看见欣欣喊别的女人妈妈 阿姨 你跟我妈妈好相啊 我还记得 你跟我妈妈一样都不会说话 而且我妈妈也会像阿姨这样抱着我 你记起以前的事了 嗯 我不记得妈妈长什么样 阿姨 我能喊你一声妈妈吗 妈 你就叫我一声 好不好 妈妈不哭 姐妹 你们在干什么 好啊 你就要哄骗欣欣小姐 喊你为妈妈 不是这样的 是欣欣自己要喊阿姨妈妈的 你不仅哄骗欣欣小姐喊你为妈妈 你居然还让欣欣小姐替你没辜 好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副总 让慈欣哥哥把你赶出去 剪欣欣欣那么喜欢剪明月 如果剪欣欣非要剪明月当她妈妈 我这么多年的时间岂不是白费了 不行 剪明月绝对不能留在傅家 慈欣哥哥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有钥匙要和你说 就得放开 你不信的话 可以直接问景月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慈欣哥哥最讨厌 认不清自己身份的人 他一定会把景月 从傅家赶走的 你忘记我之前 怎么跟你做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欣欣小姐说 很想她的妈妈 不 能不能喊我一声妈妈 我才让她喊的 对不起 以后绝对不会了 明明就是你的错 还把责任推到欣欣小姐来 我们傅家 绝对不允许你这样的下流队 来人 给我把他给念出去 傅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呢 不是这样的 慈欣哥哥 我只是担心欣欣小姐 做好你自己分内的事 不该你管的事 别管 没什么事你可以出去了 是 你最好能认清楚 你自己的身份 别以为凭借照顾欣欣 就可以带到 你想的额外的东西 我知道 我会注意 我的身份 这样最好 为什么慈欣哥哥不把解冥远赶出父亲 他不是最讨厌剑远是吗 慈欣哥哥不会喜欢上解冥远了吗 不行 我为了服夫人的位置努力了这么多年 我一个大小姐 来傅家当一个小小的生活助力 你绝对不能让解冥远抢了我的位置 有事儿吗 真不知道副总弄个哑巴进来干什么 天天就知道瞎 去把别墅所有的马桶都刷了 不刷完不许睡觉 就凭你 也想碰欣欣小姐的东西 我劝你现在最好去摔马桶 不然就收拾东西滚出傅家 好大的威风 不知道副总知不知道 你要把解冥远赶出傅家人 是是是夏秘书要我这么做的 怎么 我连指挥家里保姆的权利都没了什么 总裁吩咐过 景小姐只负责照顾欣欣小姐 属于夏秘书想让她干点别的 我认为 还是问一个总裁比较好 你少拿刺眼哥哥把压我 照顾小姐的保姆也是保姆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告诉你 让她滚蛋 你找出一份重塑坑里的样子给谁看 我可不是赐予你 这是总裁顿总 有什么问题顿总裁 欺负人是什么本事 然后你告诉我 怎么 确无用我帮你刷马 不用不用我这就走 你马桶呢 我刷我现在就去刷 谢谢 不客气 来 以后啊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直接找我 啊 或者可以跟总裁说 夏秘书现在啊 已经纯纯心里变态了 你是不知道啊 夏秘书是富家世交的女儿 他喜欢咱们奉献 老长时间了 总裁对他压根没意思 后来啊 他找老夫人 要留在身边做一个生活迷 说你是不知道啊 富总都快烦死他了 奈何老夫人喜欢 没办法 我 我 我 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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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 再修她 自己小心点 总裁的吩咐 你们都知道了 是 只不过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还是个哑巴 居然还痴心忘心 不当好心 你们 应该知道 老夫人这么喜欢您 那解明月还不是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是 如果总裁真的喜欢她 怎么可能只让她当个保姆 您放心 我们知道要怎么对付那个哑巴 哎 来了 你说那个信简的哑巴对你什么来头 总裁官长 陈助理的护子 长得腰体腰气的 能什么来头 指不定床上得多骚啊 今天伺候这个 明天 伺候那个 你们胡说 我和陈秘书 副总 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瞎别话什么呢 滚一边去 别担我们干活 你只需要照顾 欣欣小姐做好 我们 还要做事呢 干什么 欺负 他们怎么不欺负别人 只欺负你 一定是你做了什么 让别人看你不顺利 你们好大的 我都不敢随意的欺负这个消息 怎么 你们就不怕人家告到副总 就算是 报老总裁那儿又怎么样 他说我们造谣 我们就造谣啊 就算是要告状 也得有证据才行啊 无限为人知情 也不看上自己的屁股 是不是干净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最后干了些什么事情 一边扒着陈助理 一边勾搭着总裁 你真以为我们是瞎子 看不见了 糟糕 你们为什么要欺负阿姨 欣欣小姐 不是应该在睡我觉吗 是我先问你们的 你们为什么要欺负阿姨 欣欣小姐 您误会了 我们没有欺负净宁月 欣欣小姐还是回去说说 这一个发展她的事 大人之间的事 小孩熟 欣欣欣 你敢打我 欣欣欣欣 欣欣欣 是不是你叫的 欣欣欣 下姐的屁股 一点教育都没有 你怎么骂我都可以 但是不能骂欣欣 是你刚刚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的 现在响了吗 你又打我 你又打我 欣欣欣 你念教育都没有 你念教育都没有 你不要告诉我 才告诉老夫人 不能让他们去找傅先生 是他们想欺负阿姨的 爸爸不会生气 对不起 是阿姨的错了 如果我能小心一点 就不会连累你 才不是呢 是他们想欺负你的 阿姨放心 以后新鲜保护你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先明月留在傅家的理由 是解欣欣 要是解欣欣没了呢 明朝我有事 夏秘书说 你叫做欣欣打他 不是的 是夏秘书 和两个保姆造谣我 欣欣听见了 才会冲出来保护我的 造谣 造谣你什么 这是傅家 你不说 我早晚也会知道 他们说我 勾引你和陈助理 他们是不是有病的 他们欺负人 我从来没有那么做过 你都勾引我了 还看得上小陈 没事 以后有什么事 直接找我说就行 这事我会处理 听你说 解明月在勾引完我之后 还要勾引陈助理 不是这样的 季元哥哥 你听我解释 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 我跟你之间还没有收到 你能跟我盘亲戚 昨天说这句话的人 自己给我站出来 你们两个 现在给我收拾东西 立刻离开傅家 我傅家 容不得了仗势欺人的人 宋太 夏秘书 夏秘书你救救我 我都是听你的吩咐 那看来是夏秘书指使的了 你胡说八道 我看你是要被傅家赶出家门了 自己把我拖下去 把 把这两个人给我拖出去 夏秘书 夏秘书 夏秘书不解释解释吗 你有证据吗 自愿哥哥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没有记不见小姐 你说 说 我有用心 没有 夏秘书没有那么说 不管如何 别墅的佣人都是你来管的 现在闹出这种事 也是你堪管不严 对不起 总裁 以后绝对不会有类似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你不用跟我道歉 江小姐 是我管教不严 还信你 没关系 总裁的话 都听清楚了吗 是 下面一出来 听清楚了 都散了吧 简明月 你给我等着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散门 你又想干嘛 不不不 不是的 新一小姐 我我是来给明月道歉的 上次的事情 是我不对 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会骗我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从此往后 我一定会好好约束我的佣人们 对了 对了 欣欣小姐 你还不知道吧 副总吩咐佣人 在后花园给你织了个秋千架子 真的吗 阿姨 你快带欣欣去玩秋千吧 欣欣想当秋千啦 那我去帮你拿件外套好不好 嗯 好 拿白色的那一件外套 明月 你是要给新一小姐拿外套吗 不用的 我刚从外面回来 外面挺热的 用不着穿外套 好 谢谢 谢谢 还是有点冷 你在这儿等着阿姨 阿姨去给你拿外套 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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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欣欣小姐还那么小 你作为她的全职保姆 你怎么能让她离开你的视线呢 傅家 绝对不能让你这样的人留着 别吵了 赶紧叫家庭医生 你曾经害她欣欣 遍体里上 我真是蠢 还相信你 还相信你 惯isz 总裁 小姐应该没什么事了 现在 欣欣怎么样了 头被磕破了 幸好这是软嘴的措手 但会不会留疤 就不知道了 对不起 你不应该跟我道歉 你也要跟欣欣道歉 她那么小 你把她一个人放在花园里干什么 天气冷 我想去给欣欣拿件外套 只是离开了一小会 我没想到会出事 你没想过的事情多了 你想过欣欣会失忆吗 你怎么可能不想到 欣欣会出事 是我的错 我保证 绝不会再有下次 和你愿受伤的人是我 你还想有下次 欣欣绝对不能让你众人来继续照顾 那你觉得谁是会照顾欣欣 傅总 这简明月才来傅家几天 就让欣欣受了这么大的罪 不管是谁来照顾 都比她简明月强 我要是 就不会继续在傅家败下去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别赶我走 我不能离开欣欣 你确实不适合照顾欣欣 来人 把他给我拉下去 你没听见傅总 让你滚吧 你怎么还不滚 就是让我等欣欣醒过来 再走好不好 我求求你 够了 让你单独照顾欣欣 是我考虑不周 你先回方休息吧 其他事情 你等欣欣醒了再说 你还漏气干嘛 还不滚 我 走呆 郭博生那边的电话说 我没有皮后出问题了 好好照顾欣欣 是 小儿的骗子蜜子这么好 还配让我亲自来照顾 不要 不要打妈妈 不要打妈妈呀 不要打妈妈 不能打妈妈 欣欣 你是不是做了梦了 夏阿姨 我要找妈妈 我要找妈妈 我怎么知道你妈妈在哪 安静会儿 不然一会儿医生 就要来给你打针了 我想起来了 我要去找爸爸 姐阿姨就是今天的妈妈 今天现在就是告诉爸爸 什么 你说姐明月是你的妈妈 是的 姐阿姨就是欣欣的妈妈 不行 我差一点就能把姐明月赶出傅家了 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让慈忍哥哥知道 哎呀 欣欣乖 你先不要乱动 你刚从秋千上面摔下来 傅总是很担心你的 所以啊 他现在很深 姐明月的气 这都是你自己转的货 爸爸凭什么说妈妈呀 因为姐明月的职责就是照顾你啊 而且 傅总最讨厌别人骗他 姐明月骗他了 所以 傅总就很生姐明月的气 他不许姐明月来接你的 这就去找他 哎哎 这这这 行行乖 阿姨帮你好不好 阿姨 那你能不能帮我把妈妈留下 不让妈妈感动妈妈 哎 哎 心心乖 你先不要动 听阿姨说啊 阿姨呢 现在就去看看你爸爸 他还生不生气 好不好 你先等阿姨 记住 一定呢 不能跟别人说 姐阿姨就是你的妈妈 好不好 乖 你来干嘛 我有事情找副总 副总呢 副总要出家几天 处理货物的事情 有什么事跟我说 天助我已 和你没关系的事情 是你少管 神经病 还没有 但是家庭医生说 欣欣的血型 和副总的不一样 副总是A型血 但欣欣却是RHN型血 简明月 我记得 你好像也是这个血型吧 说 你带着野种 进副家究竟有什么目的 你果然是欣欣的亲生母亲 这件事情 如果被副总知道 他绝对不会让你留在副家 毕竟 你的存在 将会是扎在新副总 夫人心里的一根刺 还有 你嫁过两次人吧 算得准时间了 谁知道 你是和谁生的野种 要栽在副总头上 而且 欣欣好像不是在正规医院 出生的吧 这没有出生记录 看欣欣的样子 五岁可以 六岁也可以 副家 绝对不会允许一个 选败存疑的孩子 留在副家 如果被慈远哥哥知道 他绝对不会放过 不过 我可以帮你 让你带着欣欣 离开副家 剑明月 你疯了 你不会真想做副总夫人吧 好啊 那就等着慈远哥哥出差回来 看他怎么处理 剑明月 这是你逼我的 不 不是一下阿爸吗 怎么发生了 你呸啊 臭粮 咱们还想打人 大哥 真的 哎呀 欣欣怪 阿姨都已经求过爸爸了 可是爸爸就是不肯把剑明月给留下来 不行 我去求爸爸 不能让妈妈走 阿姨是怎么跟你说的 哎呀 我的好心心 你呀 不能把剑明月是你妈妈的事情告诉你爸爸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再说了 你爸爸在飞机上 你是找不到他的 我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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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找我妈妈 坏人怎么会帮你的 你爱什么就不能乖一点 不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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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们逼我的 我当了这么多年的时候 你说 如果还不能成为副总夫人的话 是会被所有人而取笑的 坤人 都已经弄好了吗 放心 我妥 保管别人看不出来 钱该给的我会给足 不该动的别动 否则 别怪我坏了规矩 您放心 您吩咐的事情 我们肯定安排得脱脱当当 按照你说的情况 病人如果之前出现过失忆的状况 那么绝对不要随便移动 不要做剧烈运动 也不要遭受撞击 要绝对进入 不然 可能会二次失忆了 谢谢您 情况呢 我已经基本了解过 对了 我今天 没有来 当然 总来 这边的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 您看我要不干脆 订明天中午的机票回去 明天一早吧 下面一宿有打电话过来 暂时还没有 不过 新晶小姐那边 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然也不会没打电话过来 我去看看 副总 不好了 简明月不知道怎么 挂着她的窝室里面 偷跑了出来 还带着新晶小姐一起跑了 还带着新晶 什么意思 简明月 估计是怕您把她也赶走 所以抢先一步 带着新晶小姐偷跑了 而且 她还带了许多 金一珠宝 她 她居心不良 简小姐不像这样的人 啊 总裁 陈朱莲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新姐的 她都带着新晶跑跑了 绑架了新晶小姐 你居然还请她说话 我什么时候提她说话了 你屑我碰人啊你啊 老哈 行了 下回复家 是 哎 醒醒 孩子你不要了 别呜呜了啊 欠人嫌万人厌的家伙 你说你活着干嘛呀 来 教育这是你女儿吧 唉 strain 可不吓着吧你 记住啊 我们只是办事儿了 别人有仇再有主 你死了啊 可得找我们 唉 唉 唉 我我我 你 是 坐在 什么情况再是没有 不顾万万的人手 盯着火车站 机场 还附近的医院 有任何消息 会通知我们的 我看锦明月 早就想对新一小姐不利了 你什么意思 我 我就是想 上次新一小姐 从球线上面摔下来 肯定是锦明月 故意要为之 锦明月进附加的目的 肯定是为了害新一小姐 这不可能 锦明月有什么动机 去杀害新一小姐 我看 说不定是极度 极度新一小姐 从一个乡下土妞 摇尸一变 变成了附加附加 都被吵了 小全 立马加牌一倍人手 赶紧去找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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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是不是瞎啊 啊 啊 女士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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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找到了吗 尸体 放心吧 死得透透的 伪装成车祸现场 现在怎么敢去现场 还不得出去 躲几天风头 人家尾款什么时候打个门 尸体我都还没看见 还想要尾款 不是啊大姐 您等着看行为行不行啊 不行 我亲自送你下去看看 你什么意思 两天 三千万的尾款 你要是不打到我的账户上 夏秘书好大的脾气啊 你听到什么了 夏秘书希望我听到 笑话 我怕什么 我只是害怕丁丁小姐出事吧 好奇怪 简小姐和欣欣小姐 失踪的事情 该不会和她有关系吧 我可以 我可以 谢谢 你千万不要有声 烦门 这就带你去找医生 我可以 我死了 我死了 啊 啊 你都把换了 啊 不要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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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坐在 李小姐了 我安排在医院的时候 好像看到景小姐和西西小姐了 西西小姐好像 真伤得不见 去医院 去医院 思雅哥哥 你们去哪儿 好 我们找到景小姐和西西小姐了 尸体吗 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尸体 不 不是的 我 我只是害怕 害怕你们找到的是尸体 送你来那个早就跑了 你一分钱不交 连身份证也没用 跟你包扎一下就不错了 还看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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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我们医院是富士毒子吗 就你这样 跟我们董事长提鞋子不配 赶紧滑 哈 再不滚我叫你滑了 我们是医院 五十座慈善 快清救星星 没想到 有富士独自的医院 抢了你们这种酒疯犯态 连小姐 不认不得了吗 副总 我真不知道 要是欣欣小姐有什么事 你们全部都给我收了东西滚蛋 还不快滚 你乖走欣欣 还欣欣住病主医院 剑明月 你是不是想死啊 看了 不要让我跑了 小小姐 你这又是何病 欣欣才那么喜欢你 只要她帮你求情 傅总 一定不让你的人自杀她 不是 我怎么可能 带着欣欣离开傅家 为什么没有人信我 欣欣情况怎么样 欣欣还在查找 还没脱离身影 这一切不都是你造成的吗 你想要钱 你带着钱走就好了 你带着欣欣干什么 你现在还欣欣变成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活跌了 什么钱 我们在你开的车上 搜到足够你用一辈子的猪包 不是我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猪包 你相信我 欣欣是你的女儿 我不会偷偷带走她的 是你致死 欣欣现在还在抢救 你让我怎么相信 让我怎么相信你 啊 啊 小菜不好了 一生请你赶紧回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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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丽 你脑子有毛病吗 你咱们干什么 对不起 我女儿要死了 我可以抱你 我认识这方面的专家 我可以去带你进专家 但是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你是星星的母亲 我可以放你走 从此以后 你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能就像星星的 是我的亲生叔叔 只有我求他才有用 傅子云已经不会相信 我说的任何话 就算我说我是星星的妈妈 他也不会相信 跟我走 我带你离开 记住 打你过的 好 我带你走 你刚才的 你是心脑子 想跟你说 那个是 是 是姐明月想要偷偷走 对我给打住了 姐明月偷偷偷走 嗯 门是从外面锁着的 他怎么偷偷偷走 你说啊 是不是你要偷偷走 不过了 只有叔叔在你家 总裁让我带你过去 总裁为什么要见紧密 心心强解突然大出血 因为写尼特书 总裁让所有人不去配信 不是 你 带姐明月去做配信 不行 不能带姐明月去做配信 谁 谁知道他身上没病 你身上没病那你去做 心心配信之后 他去什么 你就给他什么 季小姐 别客气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你可以给别人输血 你们这一次算运气好 上次有个病人 跟你们状况是一样的 现血的是他轻吗 不过他事先没有告诉我们状况 这病人不到两天就病发生去世了 现在已经交代了 先给你 还是你 因为你 在这也有个分宣度 有意思 还原谈你 备好 我 知道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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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卷 星星是我的女儿 或是说有血缘关系的人 不能卷血 说了我的写星星会死的 你说 你是星星的亲生母亲 可财 另外找到和星星小姐 陪着成功来 跟我走 今天的事情 我不允许走漏任何风尚 自愿哥哥已经知道 姐妹是姐姐星的亲生母亲了 万一姐姐姐醒来了 肯定会第一时间 把这件事情告诉自愿哥哥 是我干的 不行 我绝对不能让姐姐姐醒过来 医生 怎么样了 抱歉 总裁 星星小姐的头 受了很严重的伤 虽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什么时候醒 还不确定 他会变成成物人吗 好说 好说 游行的可能 但时间 还不知道 是你先去忙吧 都是你 你自己走就算了 为什么要带走星星小姐 不然星星小姐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放开他 我让你放开他 志愿哥哥 明明都是他的错 不然星星小姐 为什么还会昏迪不行 你还要继续留着这样的人 在副家吗 你一定要相信我 真的不是我 不管怎么样 先把简明月赶出附近 再对付简星星 如果你一定要跟我走吧 能不能让我看着心平安无事 我再离开 求求你 有什么事 赶紫星星醒了再说 还有 我不会放过任何人 做错事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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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让我在医院陪着星星 能不能让我在医院陪着星星 我发誓 我绝不会逃跑的 这医院 你以为 你还能再从我这垫皮子底下逃走呢 真的不是我要带星星逃走 是两个黑衣人绑架了我们 黑衣人 是的 是两个闯进来的黑衣人 简明月啊 你还要骗我多少次 别墅有那么多朋友 你说有黑衣人 就有黑衣人了 我知道 不管我说什么 你都不会相信我 你骗了我那么多次 你还要让我继续相信你吗 傅子远不会相信我的 我要不要把夏秘书 找过我的事情告诉他 只有夏秘书 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把两个黑衣人放进来 傅子远 你听我说 那天晚上 祖黛 老夫人来了 叫您回去见他 我妈怎么会来 妈 有什么事突然来一趟 不能电话里说吗 电话里说 再不来我孙女 被你搞没了都不知道 你到底要忙我到什么时候 我也是怕你担心 没有告诉你 您是怎么知道 心心受伤了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想打击报复吗 我妈最近跟夏秘书 有电话联系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 最近都在找简小姐 和欣欣小姐 安排盯着夏秘书的人 已经撤走了 不过我觉得 除了夏秘书 应该也没其他人了 绑架欣欣的人不是找着了吗 把她给我带上来 妈 事情的真相还没有查清楚 不然 等欣欣醒了再说吧 什么事情的真相 事情的真相 就是欣欣被绑架了 你是不是看上了个哑巴了 连自己的女儿都不顾 妈 您胡说什么呢 我跟简明月什么事都没有 小陈 把简明月给我带上来 欣欣还在病床上呢 她倒睡得挺安慰的 妈 人就在这儿 也跑不了 要不今天先休息 明天再说吧 慌什么 骑着赶我走 难道我会把她吃掉吗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就是简明月 爱的欣欣在病床上生死不明 你倒是安安稳稳地待在夫家 晚晚报警 让警察把这个女人抓起来 你以为你在男人面前装可怜 我就要放过你吗 做梦 老夫人 我现在继续报警 妈 简明月不能做了 先不说欣欣跟简明月的事情有没有关系 简明月 是欣欣的亲生母亲 简明月是欣欣的亲生母亲 对 无论如何 简明月都不能做了 欣欣不能有一个 做过老的妈妈 她居然在所有人面前 承认我是欣欣的妈妈 她需要一个正常的竹母 欣欣需要一个正常的母亲 妈 你又想说什么 婉婉一直在你身边做秘书 实在是太委屈了 下周就有一个好日子 我会安排你跟她的订婚典礼 我根本就不喜欢下巴 你不要随心里面 下一个人在我身边 那你喜欢谁 喜欢这个哑巴妈 我们妇家总裁的夫人 我孙女的母亲 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哑巴 孙养哥哥你放心 我会对欣欣好看 而且欣欣以后还要上学 学校的小朋友 要是知道欣欣的母亲是一个哑巴 肯定会笑话欣欣的 老夫人说得对 以后欣欣上学了 她的同学知道她妈妈是哑巴 肯定会笑话欣 我会离开傅家 只是能不能让我看到 心心平安以后再走 只要能让我看着心心平安长大 就足够了 我再说最后一遍 我不会跟任何人结婚的 下面说 你如果不想干了 这却仍是不提理智 我小金 我一份不会少你 谢谢哥哥 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我只是因为太喜欢你 婆婆 你帮我劝劝自愿哥哥 让他别赶我走 这件事可由不得你 我马上就会找人筹备你们的婚礼 至于解明月 明天一早 你就离开傅家 求求你 我能不能先铺走 但欣赏醒了 我不会赖在傅家的 没有人能不经过我的头 把你从自家赶走 最近先住在医院吧 在方面照顾欣赏 你真的要去下面说吗 你都自身难保了 还关心我想取谁 不是的不是的 我是想你可以取一个真心对欣赏好的人 我知道 我配不上你 那你的意思是 夏秘书不是真心对欣赏好的人 我要说夏秘书 早就知道我是欣赏亲生母亲 还要我和欣赏一起离开的事 可是老夫人 那么喜欢夏秘书 难道 你要让我去一个地方吗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最好是 展月 你记清楚你自己的身子 骗了那么多次 我们之间的账还没有算 对不起 快点稍稍等你走吧 怎么样了 那天别墅里面经过都坏了 但你简小姐的能力 怕是摆不到 我觉得恐怕有蹊跷 继续查 是 董三 换 老夫人去医院了 谢女医院 你有事情走吗 你怎么还在这里 你又想害欣欣的 不是我 我没有害欣欣 麻烦 去叫保安 把这个哑巴给我拖出去 是 我现在就去 我知道您能看得懂 副总说 他的手语是您叫的 我真的没有害欣欣 我会走的 但是拜托您 让我看着欣欣好起来 欣欣好起来之后 我一定会离开傅家的 你就是用这副除除可怜的样子骗了我家慈允是吗 我没有 我没有装可怜 我真的担心欣欣 你们赶紧给我把这个哑巴给拖出去 你们在干什么 快快去叫医生 我顺便醒了 完了 欣欣欣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干的 医生 不是说她醒不过来了吗 怎么会这样 欣欣怎么样了 太冲头了 爸爸 欣欣已经不头了 欣欣就是感觉头有点晕 没关系 我疯了是因为睡了时间太长了 明天呢欣欣又蒸你一斤就不晕了 可能是病房人太多 要不我们出去吧 让欣欣休息一会 我讨厌你 你自己出去 欣欣 你是不是把我认错成别人了 你不是最喜欢我了吗 怎么会讨厌我呢 完了 欣欣欣她会告发我的 欣欣 欣欣 你跟爸爸说 是不是这个简明月阿姨 我都带你出去吧 不是的 什么不是 明明就是简明月把你给带走了 才害得你出身后的呀欣欣 那你告诉爸爸 究竟是怎么回事 凤总 欣欣才刚醒 您这样一直追问 不太好吧 爸爸 欣欣早都睡够了 欣欣不想再睡了 笑了吧 你怎么这么害怕 欣欣说说那条文字 还是说 明天晚上你坐着 思雨 这么凶干什么 晚晚是一个未婚妻 欣欣失踪的事情 还是人家告诉你的 我只是怕有人 被你打桌子 来 欣欣 跟奶奶说 那天晚上 是不是这个简明月 把你带出去的 那天晚上呀 欣欣不记得了 欣欣都好痛 快 叫医生 快点 你们抢救 翻译一下 欣欣情况是挺 欣欣小姐从手上 二次失忆情况下 凉睡 但是 经过刚才的减拔 这个失忆情况呢 可咋成 我经过 大概一周左右 欣欣小姐就会回复记忆 你说欣欣小姐一周就能回复记忆 大概就是五十 妈 欣欣小 欣欣里面没事吧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在这儿 你顶什么用 欣欣都被你弄丢过一次了 那就是个意外 意外意外 我孙儿那么小个人 能经历几次意外 老夫人 要不 您还是回去休息吧 您要是那个 这欣欣小姐 我会随风心意 不能让这个人太婆呆在影 只有一个新妻的世界 尽快让简欣欣这个想见人 永远闭嘴 好吧 我先回去 简明月跟我一起走 为什么要把简明月 那 欣欣都醒了 她还留在这干什么 我知道 我会离开傅家的 事情还没有停软 简明月不能走 不管事情怎么回事 简明月都不能留在傅家 她留在这里 欣欣怎么跟新妈妈相处 阿姨 不要走好不好 你走了 跟欣欣一起走 欣欣现在还没有康复 不能情绪激动 简明月还不能走 行吧 那简明月就暂时留在这 但是你必须答应 三天之后跟婉订婚 这两件事不能一起说 如果你不跟婉订婚 简明月留在这的事 就免贪 我答应 季远哥哥 我就知道你还是喜欢我的 你是有妄想症吗 我娶你是为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吗 而且 以后还是要叫我副总 可是季远哥哥 好了不要拒绝这些迷惘的东西 思雨 等欣欣回去之后 就专心的筹备跟婉婚的婚礼 下秘书身材真好 穿什么都好看 什么下秘书 现在呀 是副夫妇了 就是就是 现在是副夫妇了 我就知道 下秘书一定是我们总派夫妇 简明月那个样子 拿什么和你比呢 好了 我还没有喝次元和婚举干婚礼 婚礼算什么 有咱们老夫人在 你呀 就是副夫人 副夫妇 门口 两两个来了 就知道 谁呀 他们没说是谁 他们说告诉租轮违款 所以就知道 什么 你们是不是疯了 你们来这干什么 你说来我什么 哪有做的钱呢 钱 是人在别墅里坐着 你们还好意思找我要钱 怎么可能 我和我哥清楚简单上的刹车线 怎么可能还活着 不信的话 你们跟我进去看看 你不是要嫁给副次元吗 你猜猜 要是副次元知道 你要弄出他的亲生女儿 还会不会娶你 你敢威胁 打的就是威胁你 我现在只要钱 好啊 钱我败给你 不过 你们必须得帮我做一件事情 明天 就是我和傅哥哥的军婚仪式 别墅里面没什么人 我要你 帮我杀掉几千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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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可不够 如果成功 我给你梦子 我马上就是负责夫人 五千万 只不过是一个小的数据 阿姨 我听保姆阿姨说 我爸爸要举下秘书 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我不想让爸爸举下秘书 我想让爸爸举你呀 我想让你做我妈妈 欣欣 我没有资格成为你的妈妈 阿姨 阿姨 你为什么不配做我妈妈呀 我想让你做我妈妈呀 我想让你做我妈妈呀 夫人 这个是老夫人亲自的提卡 我设计师问你什么 每一套都是问你两身定做 只不过是几件衣服吧 你不就大作诚 你 站住 你聋了 突然叫你呢 去把衣架上那件白色的礼服给我拿回来 我要试试 你是不应 这是我明天订婚要穿的衣服 你想让我男婚里上面出床是不是 有些人啊就是不要脸 男婚称都换了夫人的礼服 就能嫁给我们总裁吗 就是 别让咱们欣欣小姐喜欢你 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欣欣小姐马上就有新妈妈 真不知道你还赖她夫人家干什么 还不快滚 住场 你们为什么要欺负阿姨 欣欣小姐 我可没有欺负简明月 之前明月都换了夫人的礼服 所以 所以我只是想让她反省一下 弯腰 我现在也让你好好反省一下 简欣欣 你怎么能动手打人的 我打她 是因为她是坏人 你再说我嘴 小心 我连你一击打 这么没有证 我可是你的妈妈 你才不是我妈妈 我妈妈不是你 我讨厌你 欣欣欣 别这样 简欣欣 我明天就要和子远跟你订婚 我不管你承不承认 我都是你的妈妈 哎 都没在这儿干什么 是简明月丝坏了我明天的订婚礼服 欣欣小姐还护着她 说 说不可承认我是她的妈妈 欣欣说的有错吗 你本来就我是欣欣的母亲 欣欣哥哥 怎么回事 我被她绊倒了 说了一件 礼服不小心被扯破了 对不起 看来上次的事 一点都没记住教训 来人 把绊脑简阅的这个保姆 给我拧出去 再下一次 一起不过 欣欣老公 可我明天就要听话了呀 订婚了 你以为你就是傅氏集团的总裁婚了吗 凭什么让简明月给大家 不问话 对不起 我不应该让你帮我拿礼服的 没关系 你们别为了我吵架 见明日 见欣欣欣 你们再等一天 明天 就是你们的死期 谢谢你帮了我 不用谢 毕竟你是欣欣的妈妈 那你先休息吧 你为什么要保护我 我只会越来越舍不得离开傅家 阿姨 这个别墅一个人都没有 我能出去玩一下吗 不行 医生说欣欣需要静养 不能出去玩 好吧 欣欣吃不吃桃子 阿姨给你切桃子 好不好 嗯 好的 那你在这等着我 不要乱跑哦 好 啊 哎 晦气 又是个哑巴 哦 哎 哎 哎 妈 对 PCB 要我把它弄死不了了 咱们得赶紧走 一会儿警察就来了 而且下官打交代了 这个哑巴弄丢小姐 胡思元她一定会亲手弄死她的 大哥 哥 那瘋子一直在追我们 把他借 算了 不管了 撞死他 哥 不会死的吧 放心 心里做 最多 就出的 哥 我今天没有拿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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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毕竟你生气都落空气了 就能够 不行 不能让他们带走信心 我得去找傅子源 都是下秘书看的 我要把这一切 全部告诉他 子源哥哥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别回去 什么事 我不知道啊 不过听说 傅总是被逼婚的 思宜 直接开始 吃 欢迎诸位 今天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 来参加傅子源先生 和夏丸丸女士的订婚典礼 两位准心人 都为彼此准备了一份 定情信 以表达对爱情的忠贞 接下来 请两位准心人 互换订婚戒指 男人保安 把这个闹事里给我拖出去 不要 救你 我说话了 欣妮出事了 欣妮怎么了 四元哥哥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先把婚给定了吧 险上这么多人都看着咱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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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干的 你胡说八道 我一直在忙着订婚的事情 咱们可能会知道欣妮是被谁抓走的 明月 说欣妮出事 你怎么着欣妮被抓走了 你怎么着欣妮被抓走了 不好意思啊各位 今天现场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 不过 替婚仪式 暂时取消 诸位吃好 喝好 嗨 你把心心握住了 自愿哥哥 你想想 我真的不知道欣妮在哪 是解冰院她干的 可不想让我嫁给你 所以她知道自己都是她无限的我 我要 我要 混账 你咱那老是干什么 我哪里干什么 咱们都我也快泡汤了 你们要是敢杀了我 我爸爸妈妈 不会放过你们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看 我上都说夏娃娃那娘们 给父家总长的婚礼泡汤呢 让我下班 下面有咱们绑上的机构和录像 哥 父家肯定不会抱过我们的 不行了 你得赶紧出去躲躲 这孩子细皮嫩肉的 说不定卖个好价钱 哎呀 她一个女儿 那卖什么钱呢 那就把她伪装成男孩子 赶紧脱手 我们也有路费 陆慈元 霍慈元 霍慈元是你的妻子 你为什么要吓着别的女人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我女儿 在意 只要你还找一个笔记话娶我 我想告诉你 解析其他在 你怎么觉得 你能威胁得到我们 你 没什么意思 难道你没有家人 你的父 你的弟 你弟弟的孩子 我 我不会只有一个女儿 我会有很多孩子 但是你俩 只有你对付 一个弟弟 你放心 不管欣欣受到什么伤害 我都会全部复制在家人身上 想 你真是出回来的可怜 我自愿 你不可以这么做 那你大可以试试 妈 这可是整整八卦 你就非得买个孩子吗 你以为我愿意养别的种啊 要不是你 要不是你不能生 我至于操这盆心吗 你让他孩子在 六岁小男孩 干什么呢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这不得验验货吗 他昏着 万一死了怎么办 活的 我把他给弄晕了 不弄晕 这种会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你们要是不买 这样的小子 可有的是人要的 哎呀哈哈哈哈 我买呢 过去 我可告诉你吧 你们最好快点走 这路上到处都是警察巡逻 要是被抓住了啊 可别怪我啊 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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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确实有种伤口过的感情 但是 没干的消息 找到了 这个 明月 明月 去医院啊 我们少骗了呀 这是个赔钱货呀 我们少骗了呀 这是个赔钱货呀 外加一堆外出 竟然撑到现在才撑到这儿 你就这么关心气了 我竟然没有发现 他受了这么多重的伤 心心找得到 要是你再出了事 我该怎么办 哎呀你别晃了 晃到我头晕 你 他妈的 我要去找了两个王八蛋去 说好是男孩儿子 站住 咱俩快跑了 你说到哪找啊 哎呀 那可是八万啊 咱们咱了一辈子的 哎呀 我这就 就够了呀 哎呀 西村的吴老二 你知道吧 那你说的就是 这个妻子女儿 刚从老里出来的 对的 她还有钱 听说啊 她正准备找媳妇 啊 咱们把她赔钱货 卖给她 哎呀 这小孩儿看这么一点儿 看上一产六七岁一样 小怎么了 小孩便宜呢 她要找那黄花大闺女 她有那钱吗 说 说了 她放在旧社会 刚出生的婴儿 做童养习的都有呢 你是嫌 妈妈呢 你妈 你就是你妈 你妈卖给我的 你妈不要你的 你妈不要你的 不可能的 妈妈不会不要心心 你妈她还想跑 这个村子都是老子的人 你她刚跑到哪里去啊 哼 你个老子老老 实实在在那呆着 听你长大了 跟我生个儿子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知道 就是突然 心慌了一下 是不是思心出什么事了 你相信我 心心绝对会出事的 我派了很多人去找 就算挖地三尺 我也把它找过来 紫月 新星的事情先放一放 你得去西村 西村 我正准备明天去外省找新星的 你忘了我们在西村有一个要开发的项目吗 你现在必须马上就去给我盯着 那块地里大博也看上了 这个富家可不止你一个人幸福 可是新星的事 祖宅 你放心 找新星的事情 包在我身上 况且去西村也要不要多久 不耽误她 你亲自过去 无非多一个人去找 回去也是一样的 好 我明天都要去西村 明月 你跟我一起去 找新星的事就交给你了 你一定得帮我定进了 是 祖宅 我马上去拍 你就这么睡 会舒服点 这一天你都没怎么好好休息 星星还没找到 你要是在病倒了怎么办 睡吧 到了会喊你的 这不是我老二家的小媳妇吗 还愣着呢 你赶紧回去吧 不然我老二又该打你了 哈哈哈 你才是我老二家的小媳妇 我妈妈会来接我的 还你妈妈来接你 我可是听五老二说 你就是被你妈妈卖到这儿的 就是就是 你妈呀 是趁着天黑 把你迷晕了 卖给五老二了 真是造孽呀 你妈都不要你了 你还想着她呢 你们胡说 你们胡说 我妈妈爸爸不会不要我的 他们肯定会来接我的 都这么晚呢 还在外面 是不是要我请你回去啊 对 对不起 我这就回去 你不要打我 你在外面待了整整一天 你是不是想跑啊 我不敢跑 我只是想不到 割猪草的地方了 你不要打我 我打你 老子在教你 你怎么站上了 老子奶奶一往吃一下 这不会出什么事吧 你别管别管 不是咱该管的事 傅先生 您看看我们村 这是正通人和的代表啊 您在这见度假村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 喜欢这里吗 喜欢这里的话 我让酒店给你留套房 方便你随时过来 一个老子还想跑 啊 发生什么事了 哦 没事没事 肯定谁的孩子不听话 嘿 我呀 这就让他们散了啊 哭 就这么哭 啊 你胆子大胆很 就想跑 还想跑啊 啊 我叫你好 好 好 不跑了 我不散跑了 嘿嘿 不要打我了 嘿 你个哪子今后啊 吃喝拉撒 都乖乖地待着在这里 想跑 门都没有 我 快 把脑子放上包屁是吧 还要跑 村子的开发项目 已经拱得差不多了 我打算赶紧回去 新鲜的事情我还放不下 那我们一会就走 脑子怎么跟你说的 你个秒掉了 为什么不听我的 你他妈还怪老子打你 你他妈活力了 老子还打你 哎呀 哎呀总裁呀 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我们还没来得及 好好招待招待您呢 我这临时有点事 关于多家村后续的项目呢 会有人专门来给你对接 好在不在都影响不大 谢谢谢谢 下次您和您的夫人 再来玩就好好住几天 这个小贱人还敢咬我 老子今天不认识你 老子不信我 你 我老二 看看你的女人 父子在这里闹什么呢 你要是把项目搅黄了 我饶不了你 妈妈 星星在这儿 过来救救星星 妈妈 你让司机停车 我好像听到了孩子在哭声 星星不可能在这儿的 我只是想看看 是哪个孩子在哭 别着急 自己停车 妈妈 快救救我 爸妈妈 等着我 帮我来你 他 山手 快快快 山手 老子今天不砸 爸 谁敢当老子 没想死 妈妈 你们终于找到星星了 星星好想你们 星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活女是山手 都是你弄的 师傅又怎么样 她是我买来的重养型 我想干什么 就想干什么 哎 哎呀 你打了 犯法 你跟我讲法律 你虐打我女儿的时候 不知道你在犯法吗 哎呀 哎呀 附总啊 这个事吧 是五老二的问题 我们村可是 不知情哪 教一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教完之后 送警察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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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丫头 居然是锦明月和副氏总裁的女儿 谢谢 嗨 substant 欣欣受苦了 那群天傻的把我的孙女害苦了 奶奶不哭了 欣欣已经没事了 欣欣真乖 妈 先进去吧 有事跟您说 有什么事 说吧 我跟姐明月要结婚 我找人看过了 下周一日子不错 我们准备周一举办婚礼 好耶 爸爸妈妈要结婚了 星星可以永远陪着爸爸妈妈了 星星刚回来肯定是累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来人 把星星带下去休息 再请个家庭医生 给他好好检查一下 妈 怎么 难道你不希望 让星星先去休息吗 行吧 让星星先休息 我正好有点事要处理 姐明月 你还敢来 要不是你 我早就和慈愿哥哥结婚了 我可救药吗 你又想说什么 你是不是又在跟慈愿哥哥告状 你怎么还不去死啊 如果不是你 我早就成为 富士集团的总裁夫人 你这个家庭医生 你这个家庭医生 别以为我不打女人 来给我们夏秘书念一念今天的头盘头条 夏氏集团 应经营不善 于今早九点 宣告破产 集团董事长夏中卿 哦 也就是夏秘书的父亲 副总裁夏灵贤 你哥 涉嫌职务轻占 目前已经被收押 哦对了 还有你亲爱的母亲 因为受不了压力过大 已经挑楼子杀了 哦对了 依照目前夏董和夏总的涉案金额来看 最少得判个十五年 也不知道 是夏秘书先出来 还是他们先出来 好了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马上就会过来 故意伤人罪 加绑架罪 不知道判个几年 不管判多久 我都不会让你好过 妈 妈 我真的搞不懂 你宁愿接受那个心如舍下的夏婉婉 你不愿意接受解明月 为什么 婉婉在我面前伪装了那么好 我怎么知道她会做出那种事情 反之解明月就是不行 你总要告诉我们原因嘛 到底是为什么 富士集团的总裁夫人 可以无财无贸 也可以什么都不会 但绝对不能是一个哑巴 欣欣的母亲 也绝对不能连她的家长会都无法参加 可我不在乎 欣欣也不在乎 可是股民在乎 要是富士集团的夫人 连话都不会说 这种事情传出去 公司要遭受多少非议 你考虑过吗 欣欣还小 现在给她换一个母亲 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我呢会再给你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 至于解明月 她确实是辛苦 我会给她一笔钱 她想怎么把舅舅舅舅舅 这样总可以吧 妈 你把我当什么 富士集团圈养的猪吗 我的任务难道就是 给富士集团找一个 能搬得上台面的富士总裁夫人吗 那我呢 我的想法算什么 你到底想做什么 如果我不能娶她 那富士集团还给你 你 谁 还以为你人品不错 没想到我学会偷听了 抱歉 我不是故意偷听的 心睡不安稳 说要找爸爸我才过来的 那你现在听到了 我告诉你 富家不可能让你绝对钱 我会给你一笔钱 等欣欣的心情稳定之后 你就带着钱 离开富家 妈 闭嘴 你刚才说喜欢我 是真的吗 当然 我从来不随随便便说 喜欢别人 我不会离开富家的 我要和我的孩子 丈夫在一起 我 可以 我能 学会 你 而且我找医生 给明月看过了 她的声音器官没有问题 是可以说话的 而且 就算她不会说话 我也喜欢 真是你也圆 不用这么辛苦的 你这没日没夜的恋 星星都抱怨说你怎么不陪她了 那我现在去看星星 你现在啊 最重要的就是休息 其实 我不在乎你会不会说话 有我在 没有人敢欺负你 我知道 我希望 我能尽可能地陪得上你 那你练得怎么样了 嗯 我 我 是看 视频上 学的 听得 懂吗 好像有点 听不懂 很不清楚吗 我练了好几天了 可能是 舌头的位置不对吧 舌头的位置 说话的时候 舌头的位置 还有用求吗 哦 可能是你不经常说话 所以你可能不知道 那我去送一下教程 教程没用 我教你 爸爸妈妈在干嘛 爸爸妈妈 你们睡在星星吗 星星也想星星 星星是来找妈妈的吗 是的 星星是来找妈妈 带星星去睡觉的 妈妈 来 星星 睡觉 你 自然 原来你真的在学说话 我还于是辞远 故意让下人说 我想你认可我 我想成为欣赏 你这样言顺的妈妈 明天早上七点 陪我去散散步吧 你来的挺早的吗 别以为我叫你出来散步 就是接纳你了 我没有 你也是个母亲 你当初把欣欣都在傅家 不就是因为欣欣在傅家 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 我也是个母亲 所以我想让慈远 娶一个门当户对妻子 难道这有错吗 你没有错 每一个母亲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可以更好 可是自愿说喜欢我 我是不会放弃自愿的 刚才我跟你说的 都白说了是吧 夫人 您 您的脖子 起了好多红疹 我对 我对这种坏 我没 没 没事吧 这下好了 等我死了 你跟慈远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有 有人吗 夫人 晕倒了 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蠢的人 睡吧 睡吧 妈 你醒了 医生说您花粉过敏了 休息两天就好了 这都是我的错 咱家的花园的花几年都没开了 今年不知道怎么开花了 你紧张什么 简明月又不知道我对什么过敏 你还怕我把这个事栽到她身上 哎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不是这个意思 就把她喊进来 我有话跟她说 慈愿说您找我 坐吧 为什么要救我 因为您瘾倒了 别跟我装糊涂 你明明知道 要是我死了 就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你跟慈愿结婚了 我怎么会因为想要嫁给傅慈愿 就不救您 你是傅慈愿的妈妈 是欣欣的奶奶 如果真的不救你 我以后怎么面对慈愿和欣欣 没有人看到我们金小树女 不会有人知道 老 老 姐 知道 你先出去吧 我笑一笑 我妈怎么跟你说的 老夫人问我 为什么救她 老夫人觉得 我不会救她 算了 先不去想吧 先回家吧 明月 我妈 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本来应该是手工定制的 但周一结婚的话 时间有点太干了 你 很 像梦一样 你讲话已经进步很多了 等星星上小学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正常沟通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从来不骗人的 先生太太眼光真好 这件婚纱是我们店长 从意大利请设计师定制的 只有太太这样的好身材 穿的才好看 去试试吧 好看吗 好看 很好看 妈 哥 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 想不到 那个小鸭头骗子 她居然是副次院的亲生女儿 是她跟简明月那个哑巴生的 妈 你们听到我说话了没有啊 妈 妈 哥 人呢 妈 妈 人呢 去哪了妈 你怎么抬回来呀 叔 你看到我妈给我哥了没 都被抓起来了 听说是管卖人口 要换好几年呢 简明月 我们明天见 这副次总裁最近老婆娶得挺多的 这个月都凉了 你懂什么 副次总裁老婆也挺倒霉的 据说 他把他女儿也绑架了 你没看新闻吗 那 这个呢 据说副次总裁女儿的亲妈 不能说话 是个哑巴 别说了 人来了 各位来宾 让我们用最热热的掌声 迎接两位新人 副次远先生 请问 无论将来贫穷还是富有 健康还是疾病 您都会始终爱 简明月小姐如一 不离不弃 共度一生吗 我愿意 简明月小姐 请问 无论将来贫穷还是富有 健康还是疾病 您都会始终爱 副次远先生如一 不离不弃 共度余生吗 愿 简明月 是一个骗子 我才是欣欣的亲生母亲 卧槽 副次远的运气这么差的吗 觉得每一个老婆都不是好东西 是啊 我儿子是副次远 我们就去苗里拜拜 什么运气 娶了两个老婆 一个是绑架犯 一个是骗子 我 我是 骗子 我没有骗人 这个 是那天晚上你留给我玉佩中的一半 剩下的一半 在星星的身上 难道你忘记了吗 我哥 怀礼暂停 先回去再说 不好意思啊 诸位 这个现场逐渐的一点突发情况 递婚仪式暂时取消 诸位施好 可好 我说陈助理 你看啊 要不咱们直接签立一个长期可等国了 公司啊 为了给费总的还便宜点 到底怎么回事 简明月 到底是不是我们家新鲜的亲生母亲 我一直没有问你 另外半块玉佩在哪 你现在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她是吴全的妹妹 当时 我被她们捡回去之后 她们就强迫我和吴全结婚 玉佩也是那个时候丢的 我没有机会去找 吴婷应该是那个时候捡到玉佩的 不是这样的 简明月原本是我们隔壁村子赵大的老婆 感情不合之后 又被她爸爸嫁给了我哥 彩礼都收了八万 你是我哥的媳妇 我是真心把你当成我的好姐妹 再把那天晚上的事情全部都告诉你的 你为什么要放冲我 我 没有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骗你 简明月的父亲 不是说了吴家的才你吗 小陈 你去一趟简家村 把赵大跟简明月的父亲 都给我请过来 好的老夫人 老夫人 骂子 贱人 别人说你在这儿我还不信我 干嘛 行了 这次叫你们来也直来是旧的 我问是吗 你们回答是吗 放开 简明月 是你以前的妻子吗 骂子 她就是个不会下单的母鸡 那欣欣呢 欣欣 欣欣是由野地里捡来的 你 你 跟我说 我们去医院检查座 这个 根本就不能生 你等一下 这是单子 不是这样的 是你收了财力 把简明月嫁给吴家的事吗 收 收 收了 收了八万 你们 你们 你才是骗子 你家境无价 我就把你当成金姐姐 不管什么事情我都告诉你 结果你只是为了贸任我的身份 简明月 我恨你 够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男人 把简明月给我拖出去 等等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护着她 小诚 叫医生过来 现场才写作亲自建队 是 不能说 总裁 我们会将这两份 许悦样本 和之前欣欣小姐 留存过的许悦样本 进行比对 大概明天就会出现 比对结果 我不会试图放过 欺骗我的人 总裁 有结果了 简明月 你怎么敢一而再 再而三地骗我 одно 不要 不要 我 我 这是 不 我 我 不用 是我 不要 我 我 你 白痴黑色写得清清楚楚的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纯的可怜 简明月你拿什么跟我读 小陈 把简明月拉下去 从今以后不准再踏入傅家大门 也不准她再见星星一面 是 新小姐得罪一下 老夫人别让你说这情侣 这个你拿着 那就拿着吧 我 真的 骗人 谢谢 是我 十月坏的 谁 谁要来的 我相信 我相信 那个什么吴丁 一看就不是好人 一定是没提防出错 这样吧 我在附近赶紧找个地方 安住一下 到时候 我找机会 再做一次 别人有点惨 这 怎么 你放心 就算是不理想 我也会这么做 你在做什么 我还能干什么 当然是勾引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 你在我休息的时候闯进来 还问我为什么这么对你 你有脑子吗 可你是我的丈夫 我近来不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丈夫 谁跟你说我是你丈夫 我是星星的妈妈 你是星星的爸爸 你之前不是也要去见明月 因为那是见明月 你 平年也配吗 金小姐 您呢 先住这 这儿挺安静的 没有什么人打扰的 哦 我刚才点了个外卖 生活用品 应该马上就到了 谢谢 谢谢 您跟总裁 经历了那么多 才走到这一步 要是因为一些 不我们其妙的人走散 怪可惜的 哦 我是为了帮总裁 那总得为自己 某点这个福利是吧 好了 没什么事 那我先走吧 有什么事情 联系我 手机一直开着 小姐 小姐你小鸡 小姐 小姐一会就过来了 小姐你小鸡摔倒了 小姐一会就过来了 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死丫头命争死我 星星是在找妈妈吗 妈妈也好久没看见星星了 星星想不想妈妈 谁让你乱叛亲戚的 你才不是我妈妈 就是你把我妈妈赶走的 就是你把我妈妈赶走的 我见你一次打一次 我才是你妈妈 见明月只是一个骗子 是谁教的你 怎么一点教养都没有 快点道歉 小孩子不能随便打人 你说谁比教养 爸爸 妈妈呢 你已经两天没有见到妈妈了 爸爸呀 等会再给你解释 你刚才说谁没教养 我就是单纯的觉得 打人是不对的 星星不是你一手带大的吗 你是说你自己不会教孩子吗 周采 老夫人叫你穿谁吧 爸爸先去忙 嗯 星星小姐 头发都乱了 先说说带你说的好不好 啊 陈叔叔好痛呀 你把星星扯痛了 对不起啊星星 那叔叔小心一点啊 好了 说好了 先去玩吧 嗯 好的 妈 知道我什么事 你知道他们都是怎么说你的吗 他们还怎么说怎么说 你倒是放下了 但是股价掉了 现在股民都在说你 是个可以认人欺骗的蠢货 可能我就是蠢货吧 不然怎么被简明月骗了这么多次 简明月的事情先放一放 现在最重要的是 挽回股民对你的信心 我不可能跟卫婷结婚的 现在留他在副家 你只看欣欣的面子 你可以不娶吴婷 但是下周的慈善宴会 你必须让他做你的女贩 金小姐 检测报告出来了 我 没有骗人 我要去找 副次元 说清楚 哎 金小姐 您不能去 你跟总裁之间的恩怨 实在是太深了 但比一份 他们有亲自定日检测的检测报告 恐怕是很难相信你 那 这 怎么 我们得伺化一下 让吴婷主动暴露出来 后天是总裁和吴婷 参加慈善晚宴的日子 到时候 一定晚白 不喜欢我又怎么样 不还是邀请我参加慈善宴会 我早晚会是傅氏的总装夫人 喂 金小姐 我已经重新举药 送好亲自检测报告 这样 您呢 在天下等我 我 处理的事情 马上来 啊 被抓进去 我已不会家破人我 这都是你接我的 那你 究竟是 这都是你接我的 你为什么不肯乖乖认命 你为什么要送我家走跑 你为什么不肯定死在外面 请明月 你说 你要是死在外面 我托换身份的事情 是不是一些会吗 啊 我天你妨害他 你怎么来了 是故意让我听到的是吧 吴小姐真的就不能 假的真不理 我明明已经成功了 你别过来 我现在就跟他同归于尽 你妨害他 都是我自己 你你有什么程度来 我跟明月还 好不好 请明月 你这面皮什么重要 你别让他 都这么护着你 你不是要救他吗 好啊 你给我跪一下 我就放 跪啊 我现在都跪 好 你别着急 我 我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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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澹 给我 建明月 我的命还真好 堂堂富士集团那怎么才 居然可为了你这样 你别让开 我来 明月 你的心 那居然什么叫救我车 快走 走开我 走开我 走开 我这要素 小姐听听的伯格 你喜欢 对不起 我不应该不相信 那 中期情况下 你不信我 很正常 我 不怪你 而且 是 你救了我 那我们重新举办一次婚礼吧 上次 上次我搞砸了 不 需要 上次的婚纱 漂亮 我 满足 可是 我还没有听你说过 我愿意 我 愿意